不想穿的就衣服不要扔 简单改造 便废为宝 一 找一件旧衣服 用锅盖画个圆 沿着线剪下来 用手工针缝合 留个小洞翻过来 把剩下的塞进去 用手工针封扣 找两颗扣子放在中间 用手工针固定 分成六份 再用手工针固定 一个好看的南瓜抱枕就做好了 二 毛衣袖子沿着拖鞋大小剪开 翻过来进行缝合 再按照视频步骤套在拖鞋上 过冬的棉拖鞋就不用买了 三 短袖画出正方形 剪刀沿着画线位置裁剪 剩余布料剪成长条 折叠缝起来 将它缝在一起 再塞入不要钱的棉花 这么好看的抱枕你会做了吗 四 衬衫袖子破洞了不要扔 把两边袖子剪掉 两侧裁开 去掉多余部分 两侧缝上袋子 这样的围裙是不是很特别 关注我 分享更多生活小技巧